好了说完了135单反 我再说一说135的庞轴吧 先说这台吧 这台是不能算在价格里面 因为这台是我老婆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是一台莱卡ME 也可以说是莱卡M9 就是少了一些现光取景器 少了一个USB接口 但是我觉得它颜色更好看 为什么要买这台呢 当年的一个梦吧 当年读还是学生的时候买不起莱卡 但非常喜欢莱卡 就一直有个梦想买个莱卡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莱卡价格真的太高了 而且确实我觉得莱卡的数码不值那个价 如果说你有很有钱当然你可以买 但如果你手头不是很宽裕 然后你只是喜欢摄影的话 我觉得莱卡当然你会试用一下 但是至于它真的好用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超过了摄影的范畴 所以就今年有幸了 就终于圆梦买了一台莱卡的全画幅数码相机 这带相机怎么说呢 非常扎 真的非常扎 因为毕竟它是个快10年的产品了吧 好像非常非常旧的 就是它的第一版本M9是非常非常旧的 在当年是非常厉害 但是你现在2019年在看这个相机真的是毫无益处 就是我感觉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虽然技术非常扎 但是它的使用体验会让你觉得 哦你就是在用胶片一样 因为第一点它这个是没有Live View Mode 就是你不能就所见即所得 就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旁轴这个取景去感受 第二点它这个对焦屏显示屏非常差 所以你拍完之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拍的怎么样 就非常非常像那种胶片拍完 就你可能要有一种期待 你必须要放到iPad上 放电脑上才能看出这个效果 所以你会非常有拍胶片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虽然它很贵很差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再玩一段时间的 一段相机毕竟也是人家送的 所以应该也不会出手 当然这台相机好处是说 因为我有很多M头嘛 所以我觉得原来这台相机 但是我M头都是胶片的头 所以也没什么可取之处 所以我后来又进了这一台中国的 我们国产的七工匠28 1.4 张大师推荐的镜头 哇真的是用过的时候发现 我也没用过莱卡的28 1.4 但是这个镜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是可能我现在用过最好的M口的之一吧 之一之一 但是以这1.4差不多500到500的价格 真的是真的是良心 真的是良心 想像莱卡那个多少钱 要加个零都不止是吧 而且这个镜头我带着去三番拍了一次 然后带着去Mini Suda拍了一次 很明显 反正我觉得带出去旅游两次 我觉得虽然它看上去很大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用 特别是拍人像的时候 虽然1.4你说用的到吧 用的到的几率比较小 但是1.4和2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有时候我宁可牺牲一点体积 但是我还是对虚化 对这个还是有点追求的 当然它这个因为它很大 所以它会挡住这个取景器 所以这也是唯一一点不太好 但是如果让我一击一进选择带出去玩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这台28.4 总体来说戴相机不推荐 这非常不推荐 如果你有钱的话 那个说 当然有钱肯定就买M10P了 也不会买M9ME了 至于这个CCD的玄学 我可以说是一轮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很多人会说 M9的CCD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 特别是在比较落光情况下 当然前提是你要配好的镜头 像如果配这个50F1的 我有个50F1莱卡Naughtilux镜头 这个镜头确实非常好 就是在乐光下 哇这镜头真的是非常惊艳 而且就算配那个弗仑达的35.4 在DNG模式下 必须叫DNG模式下 它的这个色彩我觉得也是很棒 就这两个镜头 我觉得是有点学学成分在 但是其他镜头 我觉得就中国中举 或者数码相机 这个色彩大部分都可以批出来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宁愿选一个稍微先进一点 带LiveView的相机 总体来说这个相机非常好 就是好是好就是心头好 但是不推荐 这个镜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没看到过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Jupyter 8 是前苏联的时候 他们不是占领了德国吗 然后自己去把蔡司那些镜头自己仿造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从乌克兰那边买过来的一个手工匠人 而且它是M39 所以你就可以转接到其他镜头上 这个镜头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全开的话色整非常非常严重 锐度一般全开锐度一般 但是你把镜头看了F8 哇那个锐度我觉得不输其他的镜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镜头 但是因为它非常好看嘛 所以我一般来说就是把它用来装饰我的那个器材柜 当然你要用的话 你可以买那个没有这个涂颜色的版本 大概可能20刀就能买到这个镜头 我这可能花了加运费100吧 然后说一下这台 这台是莱卡的M2 这台买的原因是我的M3坏了 所以我拿去修了 那期间正好没事干就买了一台M2 因为我非常喜欢M的过篇的感觉 就没事喜欢播一下 所以买了一台M2 因为目前没买其他的 之前其实我在考虑到底是买MP 它有个就是交配版的MP 但MP比较贵嘛 差不多要3000到了 所以后来想想几乎差不多的 就可能就差一个对焦屏的话 那我觉得就差一个侧光顶的话 我觉得M2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这一台M2带是带那个回偏扭的 带这个拨感的 带自拍机的 还记得还带35 2.5的 这个Color Sporkop的镜头的 差不多好像是800刀 买了 但是这为什么那么便宜呢 然后市价可能 这台相机可能要超过1000刀 但是因为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dent 就是反正买莱卡的人 不是把它当相机来用 大部分都是把它当一个艺术品 收藏品来玩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外观需求非常大 对我来说其实无作为 所以正好有一台比较好的 而且它是做过CLA的嘛 就是说你买莱卡相机都要 因为它或多或多 早晚你都要去做个CLA 然后CLA至少两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要加运费的话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比较惊喜的是它这个Color Sporkop 2.5的 它也是个罗口镜头 这个镜头的成像非常锐 而且它的那个机变非常小 而且听说它是和M口的那个35 2.5的那个镜头 光鞋组件是一样的 但是我从颜值来说 这个镜头非常配M2 然后我用这个镜头也拍了很多张 大概拍了几卷吧 我觉得挺好用的 反正如果让我留一台M相机的话 现在其实蛮纠结 到底是M3 M2的话 但是反正这台相机还不错的 而且收到也便宜 以后要出也可以出 反正我觉得如果你M3 M2没有太多喜好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M2吧 M2可能比M3稍微贵点 但是它的大体功能是一样 除了它的一些简化 比如说这个技术器的简化 然后它这里也简化了 其他的话我觉得 但它好处是它有35个线框 而且35线框 你往外面看一圈 你是可以接28的镜头 这点就是不可替代 所以如果你对35和28不要有兴趣 我觉得还是M2吧 价格可能1000刀以内吧 收一台 然后说一下 这个其实M3是我已经有了 很早就有了 但是我想说一下 是这个35.4的镜头 因为你懂了 就是莱卡的镜头非常贵 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便宜的副厂 这台是个非常经典的 VM35.4的一代镜头 现在说到2代好像有一些改进吧 但是大体上一样 就是 这镜头的好处就是 它其实是个35F2的镜头 就是35F2就没毛病 除了机变大了一点 其他没毛病 就是颜色和锐度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它给你1.4呢 就是让你在这个比较暗光的情况下 你还是能拍特别是在这种胶片机的时候 特别是你的胶剪只有ISO100的时候 哇 这个有个1.4和F2简直就是差别太大了 就宁可拍到 对吧 也不要不拍 我觉得这你把它如果当成35F2来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唯一却就是它的它的积变 其他的的话我觉得都很好 在胶片上 当然你转接数码的话 放在这个相机上的话 颜色很好 但是有时候会有紫边啊 反正没有在胶片上好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35胶片的头的话 这个35F2.5和35F1.4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选1.4 就光圈大还是好 当然前期是他们两个价格差不多 当然这个可能要500导 这个可能就要200导 所以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然后说一下 载相机其实也不算新的 但是我去把它做了个CLA 在美国这边很有名的一个 叫YYE Camera的一个地方修的 然后修的话还是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确实也没有太多区别 但是听说是修过的 确实过篇感觉更顺了一点 这是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但是修一下也蛮贵的 反正加运费也快了 也快200导了 可以买好多镜头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小东西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就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弗轮感的小测光表 就是非常方便 就比如说我把它搁到5.6 60分之1 我大概就知道 在这个暗光环境下 我到底用了什么快门速度 以前我有手机 这个测光表 刚刚这些视频机过热了 这个测光器我觉得非常好用 好用在哪里呢 它就它有五根线 所以只要你要把 像你按一下 然后把这个波轮拨到绿色的导 之后 你从五个不同的拍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这个正确的曝光 而且我觉得它测光蛮准的 特别是近距离的时候 比如说你拍人像的时候还蛮准 当然这个是路射光测光 所以拍风景的话 可能会稍微没有那么准 但是有时候你可以拿手机再确认一下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这个颜值配合 它这个小巧的做工 而且非常适合放在这种数码 而不是胶片相机 特别是机械相机上 我觉得如果你有闲钱 可以录一个 我觉得还是蛮适用 好了 接下来说完了这些E35 这些降机的话差不多 旁轴差不多 可能要四五五千刀了 单反可能五百刀左右 然后PS100刀 现在差不多可能 差不多快五千五百刀 算了五千五百刀 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